谈吐活泼开朗的高市议员高敏林即将接任观光局长的职位 看似跨欲但其实高敏林本身活动策划的经验相当丰富 大学时期曾担任学生会长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 2020年已经是议员的他接下总统蔡英文竞选总部活动部主任 对大场面的活动安排毫不陌生 平常更是非常重视产业文化推广 他表示非常感谢市长看见他的特质 让他得以发挥所长 我也常常在透过咨询或是咨询会后 跟市长有很多市政上的讨论 常常跟市长提到比如说像岗山可以来发展军事观光 那高雄我们有三个这个陆海空三军 我们可以来发展这些相关眷村文化的活动 那或者是说有很多不同不同的特色 所以加上市长也知道说我其实很爱旅行 所以他大概就有mark到说 那敏林是对观光这一块是非常有想法的 因为兴趣多元 曾经是摇滚乐手 携师画画旅行烹饪都有涉略 擅长应发语的他跟在国际交流的领域中担任重要角色 之前也担任高雄市议会国民外交促进会的副委长 那常常要协助我们高雄市议会代表高雄市议会去跟不同国家的这些议员啊 学者民间团体来互动 那包括日本啊 包括美国的这个姐妹室啊 或者是像甚至欧洲德国 然后还有一些不同国家 法国啊等等的一些互动 那所以市长当然希望说 后疫情时代国门大开 那高雄的旅游除了国内旅游之外 其实也很希望能够把高雄推向国际 高雄的观光发展有声有色 自从陈其麦市长上任后 许多亮点活动遍地开花 高明宁表示从监督者无缝接轨变成执行者 不免有些紧张 但也非常期待用新身份为高雄注入活水 在意后国门逐渐开放时期将高雄推向世界舞台 记者黄光伟观梦汝高雄报道